在国家体育总局军练局的举重馆内 每天都少不了中国女子举重队队员的身影 为防恐疫情 全队上下从音乐末开始 封闭训练 面对东京奥运会推迟的现实 中国女举积极调整 在做好运动员思想工作的同时 训练也没有丝毫的放松 在封闭训练期间 中国女举加大了体能 在整个训练安排中的比重 让集训的队员们尝到了甜头 此外还通过高压养仓等科技手段 帮助队员在训练后的恢复能力上 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在搞好训练的同时 中国女举还在兴奋级控制 以及队伍管理上很下功夫 以确保万无一失 集训练其实和我们对战 是放在同一步的 看得很重的一个位置 我们可以不要成绩 但是也是加强了路徒 那么集训练管理 包括新的队员的快递 我们都是统一收发 检查打包 就杜绝一切有可能性的问题 那么包括队员晚间的饮食 晚间的队员的自我管理 都是比原来更强化一些 我们经常说我们训练中可能是有张有迟 但是我管理工作是一点都不能松 自1月23号以来一直坚持封闭式训练 目前参加集训的男队员中 包括两名奥运会冠军和多名世界冠军 尽管东京奥运会推迟 打乱了原先计划的训练节奏 但小伙子们依旧保持着积极的训练状态 面对中京奥运会延期的现实 中国男举以便应变 在封闭训练这个时期 队里减少了技术性训练 转而加大体能练习 在丰富了训练手段的同时 还增强了核心和小肌肉力量的训练 从而为减少伤病 在夏季冲击大重量 打好了基础 此外为了调动训练氛围 队内还进行了小型的比赛 检验了冬训成果 也是相对于说 对整个队伍的一个考核吧 相对于说 都还不管难队旅的都还比较不错 可能就是说 可能也知道 这个东京奥运会延期的一个 一年的时间 就是我们相对于 就是核心这一块 就是一个是肺活量 这个核心这一块 多加强一点 但是包括也是 这段时间也是通过一些我们的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 两天不练教练知道 三天不练谁都知道 这是经济体育的现实 很残酷 举重队的春节 就是在训练中度过的 初一放假一天 赶上周末 难得的周六周日连着休息了两天 今年是奥运年 此前中国举重队的队员们 基本上都参加了六战以上 国际举联规定的奥运资格赛 积分拿够了 奥运会前不必在四处比赛 可以专心的进行系统训练了 目前全队正在全身心的投入到 奥运会前的最后一个东训当中 第一个阶段的任务就是打厚度 提高专项力量和专项技术 从几周的训练来看 整个的就是我们在世纪赛当中 暴露出来 东训奥运会能够就是说 能够就是很好地去表现自身 目前东训第一阶段打厚度的任务 基本都顺利完成 在此基础上 第二阶段开始要上强度了 东训第一阶段打厚度 主要就是专项率上 把这个文章做得更好 更大 这样才能保重在重大的 这种奥运会的这种比赛当中 奥运会一定 然后呢我们也有信心 一定会为国争光 一定会交给 主要是在饮食方面 我吃的比较开心 就是每天 有个所谓的能吃的 这些包饭 过程的来呀 或者那个环境的这个 海洋后 因为它也会好一点 其实我69%差不多 所以说打69%的时候 起动降很多很累很累 但是我不用专这么多 那打69%就 取一百多 一百九多点 就可以拿 对我来说 可能也是 相对会轻松一点 对我的训练腰手非常会骂自己 太高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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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要跟va 还是我钱 我每天都没做 我还要说 你今天 表演 具体是前段时间 训练 基本上没失败 现在要一起两成时 所以他有点吵闹 万一这个情况出现了比赛上的话 那就是弦队比较是正义 下的你就是这个点 可以的 稍稍一会就可以 浪费了两分钟 很累的 特别练停举 停举翻起来之后再挺 对体能要熟 对体能要是比较高 左肩稍微高一点 吹牛吹一下 中国举重男女队各十名运动员满额参赛 计量的时候可以说是大阵仗 女队主教练张国正当运动员的时候名声在外 以主教练的身份出征世界顶级大赛 对于他来讲还是同一次 比我比赛还紧张 我想就是说更多的把压力给教练员 这个让运动员充分的能够放松心态 真正的 男队主教练于杰带队打国奥运会和多次試竞赛 大赛只会经验丰富 但这次毕竟是世界举联级别更改之后的第一次大赛 任务又有所不同 中国举重队水平训练的理念 抖在他们前边去了 所以说我认为不是说 举重训练还是有规律的 所以不是 中国队的比赛将从11月3号的女子49公斤级开始 到时我们一起来为中国举重队战脚助威 田涛脸圆了不少 级别调整闹的 之前大伙还老跟他开玩笑 现在没人开了 看习惯了 不过田涛自己心里这个劲儿 还没有完全过去 为了赶上2020东京奥运会 田涛不得不从原来的85公斤级 升到了现在的96公斤级参赛 级别调整他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 其实不论男女队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影响 但规则是平等的 国外选手也一样 就看谁能够更快更好地适应新级别 今年东逊主要的目标来说 就是要把这个实力要提高上去 去年7月份级别更改 11月份在土湖曼斯坦 举行了级别更改后的首届试锦赛 中国队成绩不俗 不过女队的主教练张国正并不乐观 他毕竟离2020年这个奥运会 有的可能人家还没有开始发力 我们已经在很认真的去准备 认真的去努力了 所以说我们要看到什么 未来潜在的各方面各方面的这种困难 比赛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举重馆进行 今天参加测试的八位男选手 刚上来感觉兴奋度差一点 理发兵胜利军都有失误 但随着比赛的进行 大家的情绪逐渐调动起来 抓举73公斤及石志勇的170公斤 81公斤及吕小军的174公斤 都是超世界纪录的好成绩 这次比赛规格很高 连加重园都是现役国内第一大历史 109公斤以上级的全国冠军艾宇南 进入到停举 61公斤级李发兵最终挺起了180公斤 超世界纪录6公斤 总成绩也凭了该级别的世界纪录 石志勇在试取194公斤这一把中 前面的翻站居然用的高翻 彰显绝对实力 完成后他的总成绩364公斤 也超了世界纪录 36岁的老将吕小军 最后一把205公斤完成得相当轻松 总成绩379公斤 又超世界纪录 这样的测试赛虽然不降体重 但足见 最近一个阶段运动员们的训练能力 俗话说好饭不怕晚 尽管东京奥运会被迫延期 面对这无法抗拒的客观因素 希望举重队的选手们能延续好状态 它广角参加 从外国是最下手的 这下手的 我们在本地区 只是最下手的